各位好 大家看到我身處的墳場 這是天主教的墳場 位於帕馬地 眼見最大的建築 綠色的建築 這次我也是第一次來這裡 全部都是 因為 天主教的墳場 也有 一些 中式的元素 我已經走到最高 看看會不會有第二個出入口 其實 很可惜 最高的出入口已經封了 相比於旁邊的 在香港墳場 這裡顯得十分擠迫 我就發現 越高的話 建築墳的時間 越來越... 就是比較近 最長的那些 應該全部都在下面那一堆 這裡的出入口 封了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有個閘在這裡 啊... 這裡全部都是 彩色的照片 那... 這裡就... 已經有個... 不知名的... 年份不知名的墳在這裡 那... 我們由高而下 下去看看 那... 你說這裡是不是恐怖呢 又不算是恐怖的 那... 比起一些荒廢的 咖啡園墳啊... 來說 這裡... 起碼... 都不是說 特別太過... 有多雜草啊 荒蜂啊... 可能有一條蛇錶出來 那... 始終都... 這裡是有人打理的 咖啡... 其實這裡大約... 啊... 根據這個網上的資料說呢 就有... 二萬幾個這樣的... 位置在這裡啦 當中包括這些... 骨灰位的 那...其實這裡... 下面都會有一些... 骨灰的位... 在這裡的... 那...上面就沒有啦... 嘩... 其實這樣已經下了幾層了啦... 那... 這些... 又不是十字架啦... 這樣子... 尖形的... 大家可以看到啦... 後面的那個是尖形的... 那... 那... 這個視角... 大家會... 平時在... 車上看下來... 就... 離一番視角... 那...有對望... 那...就... 逐級逐級地走下去啦... 那... 那... 就... 那... 那... 就... 1848年... 那... 就移進來這裡啦... 那... 就... 那... 那... 之前就在... 呃... 灣仔的一帶啦... 其實這個啦... 都比較有趣啦... 那... 就... 這個份... 又... 有... 一個... 鋼琴在這裡啦... 大家都可以看到... 剛剛所說的... 呃... 骨灰位... 這裡就是啦... 一拉都是啦... 再重複多一次啦... 二萬幾個人... 撞了在這裡啦... 那... 就... 這一塊牌... 又已經見不到... 任何的字樣啦... 不知道是地牌還是什麼啦... 那個會兒呢... 那越來越來... 那....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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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 就越好 puffer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年代遠的關係呢? 手工就比較精細一點 或者 可能越新的話就越 簡約風格 這裡,我們這一邊給大家看 這些也是漂亮的 1966年的 剛才我都看到有些 這些就很中國特色 中國家 有些中國特色 旁邊就 西方特色 這些雕塑是很漂亮的 這些 落底才有這些雕塑 1915年 18年前 後面這個就是2014年 那這些又有鐵的圍著 那其實 都比較 是一個歷史的 遺跡 又有這些牌鵝 就真的不知道是地界還是貧 因為那些字都看不到 這些又是漂亮的 又大又漂亮的 其實也許是紀念特定的事件 這個可能是政府的官員穿著制服 1948年而已 那麼,來到這個位置 感覺到,這裡有兩個警察的墳 有機會是1967可能是暴動的時候死了 on duty 死了 隔壁伸出的那些是軍部 其實軍部還有人來打理這些石碑 這兩個警察而已 那麼,去後面那邊看看 這一個,夠大的 這些 就是,可能是神父的份 後面也有很多 是這樣的 如果來霸製的話 也要貪糖梯上去 對,這裡也是 他說有糖梯,不如試試看一看 哦,也是這樣 他說,下去最低的那層,看看一看 現在,來轉的快走 那麼,下面那層又有一些 都是神職人員在這裡 撞在這裡 那,是逼的 是逼的,這裡 啊,清理又超出的 其實都是派行了一段時間 其實這裡的墳墻也很大 相比於旁邊的香港墳墻 這裡就比較集中一點 就是一眼就看到很多墳墻在前面 前面有一棵建築,裡面的堂 這裡全部都是神父的墳墳 我想有神父去世就會來這裡安裝 剛才就說這裡的墳墳比較漂亮 這些也是 大家都看到 又是找些鐵啊 跪著啊 1961年一 其實這裡最主要看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代影星林代的墳墳 其實就在前面 這個就簡單 黑色 其實林代的墳墳就在這裡 這裡 這個 有些影迷可能有些東西放在這裡 又是一條柱子 遠追 囚恩澤 這個尖尖的 我也不知道是 什麼 類似日本的 設計 日式的設計 這裡 乘車的時候 經常經過看到 有很多 雕塑 或者 柱子 大家都看到 有些人 全部都是 有些歷史的 看到很多雕塑都好像髒髒一樣 都沒有人打理 白色變了黑色 現在是 以我覺得最美 很漂亮 就是這個 其實 這個 1922年 在這裡 這些 沒有人打理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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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說回這裡 以前 門口並不是這裡 是推前一點的 這樣就因爲前面公路的關係 1977年的時候就將馬路擴闊了 令到天主教墳場的範圍完全縮小了 改變了 以前就會再出一些 有些墳墓就要遷拆 前面 就是一個二級歷史建築 你可以見到石頭 就在以前的灌牆插出來 以前的入口是一個大的建築物 那你見到 它的門口也是從這裡拆出來 就淡淡淡淡 變成了 那就是這個像 那就是 一個類似天使有吉條飛龍 就是這樣 就在這裡 那其實這個都 差不多就 完了 這裡有個這樣的 雕塑 就是後家的 那應該有水在這裡 沒錯 這裡有水在這裡 那就流出去 那就是一個小公園 那可能被人休息一下 這裡也寫了 那就是這麼多 先